内政部长尚梦根说 我国和香港有各自的强项 因此作为金融中心都会有很好的表现 尚梦根表示 新加坡和香港的成功不是一场零和游戏 内政部长尚梦根今早为中国论坛东南亚2023致辞时说 新加坡是亚洲商机的门户 香港则是从中国大陆的金融体系紧密融合 尚梦根也说 香港是新加坡第五大贸易伙伴 新加坡则是香港第四大贸易伙伴 两地的经济紧密相连 并受益于彼此的发展 而新加坡已经取代或正在取代香港的说法 过于重视短期因素